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提摩太后书第四天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 如何做神无愧的工人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地虚谈 因为这等人 必进到更不进钱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窗 越烂越大 其中有徐弥乃和斐里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事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气银气 也有雾气瓦气 有作为贵重的 人若自杰 脱离贵重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性德 仁爱和平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 是起征进的 然而 主的仆人不可征进 只要温温和和地 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 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 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如果一个人想做神无愧的工人 他需要学习让自己具有以下三个条件 就能蒙神喜悦为主所用 一 要竭力在主面前蒙喜悦 做主的工人需要竭力多做主工 不管得时不得时 在此 竭力是一种态度 在做主工时 要尽己所能去做 不要有所保留 另外 拥有蒙神喜悦的生命品质 是一种经过试验后合格的证明 显示出他有担当大任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好像被火试验过 以除去一切的杂质 可被神打造成贵重的器皿 是何神所用 能被神拆遣 这样的生命才是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2.要心中无愧 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做主的工人 但要做一个心中无愧的工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位无愧的工人必须拥有各种的服侍态度 例如他要忠心 要爱主 要舍己 要谦卑 要顺服 要饶恕 要爱弟兄姐妹等等 一位神的工人需要随时随地顺服圣灵的感动与带领 并能与神同工 如此的服侍就能心中无愧成为神的好仆人 3.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主的工人必须正确分解神的话 好使人容易理解神的话 分解的原意是正确的切割 就像切割一颗宝石 必须寻着纹路做正确的切割 才能使宝石的光芒显露出来 神的道也需要神的工人用心分解 勿求其正确性 使神的话一出就能让人感动 甚至有扎心的感受 我们应当成为神无愧的工人 每天用心地读神的话 立志竭力多做主公 并拥有好的服侍态度与价值观 做神和用贵重的器皿 蒙神所喜悦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愿意做一位无愧的工人 求你帮助我 使我拥有好的服侍态度与服侍品质 道读神的话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阿们 感谢赞美主 你是我生命的主 你是我的神 也是爱我的阿爸父 你满有恩典怜悯和慈爱 愿我一生做你所喜悦的儿女 阿们 是的主啊 我一生都要做你所喜悦的儿女 我要在你的面前蒙悦纳 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凡事按着真理而行 求圣灵帮助我牢记神的话 免得我得罪了你 阿们 是的主 求帮助我牢记你的话语 帮助我省事为人都能合乎真理的教导 每天在真理上扎根 我要竭力快跑跟随你 做主无愧的工人 是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道 阿们 谢谢主 我要尽心竭力向着标杆直跑 一生跟随主 远离虚无荒谬的事 不要与人起争辩 要按着正义 按着圣经的教导 讲解神的道 不是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阿们 是的主啊 请圣灵帮助我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做无愧的工人 真理的道就是 主耶稣基督 你已经复活了 阿们 我们也与主同复活了 如今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 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 我就能脱离世俗的残垒 快跑跟随主 我就能脱离世俗的残垒 快跑跟随主 阿们 我要快跑跟随主 真理的道就是神的话 主啊 帮助我天天可慕神的话 安静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 谢谢你拣选我在圣洁的国度里 做你尊贵的儿女 我要做一个合身心意的儿女 一生讨你喜悦 阿们 我要一生讨主喜悦 做一个殷勤不偷懒的儿女 生命中有高山有低谷 但知道主你必与我同行 是我随时的帮助 我在急难中呼求你 你就搭救我 阿们 我呼求你 你就搭救我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恳求圣灵帮助我 引领我一生走主的道路 不偏行几路 长存无亏的良心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一生做神所喜悦的儿女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